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睁开你的眼睛 什么也别说 你的心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不是你不在意 不是你不想懂 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在意闹口气的承诺 承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心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不是你不在意 不是你不想懂 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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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也做过了 爱也爱过了 做也做过了 何必在意那过期的承诺 爱也爱过了 做也看不见 要搞了 诚伦 也爱过了 说 CPA 尹尚鲁 你这是自残 你哪那么多话呀 喝了呀 你不是来陪我喝酒呢吗 想散我的信是吗 我不喜欢借酒交仇的男人 我没让你喜欢我呀 我不在乎你这么看我 那你觉得我们俩合适吗 不知道 我没想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为了谁 为什么自杀 你真傻 为了谁都不知道 你才傻呢 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吗 我是为了你 你别吓我 你不是为了你那个男朋友 我不是为了她 我也不可能为了她 她在我心里面早已经消失了 别说了 你知道我爱的女人是小李 我可以为了她去做任何事情 可以为了她 我 你真的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吗 你知道 我爱的是她 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你已经爱得一塌糊涂 不可自拔了是吗 你以为她是你的 但是你错了 我了解她 她照样还会过她认为合理的生活 哪怕是绝望的乏味的 她也不会为了你而放弃她女儿和老公 你闭嘴 这不关你的事 你这么做对你的朋友仗义我 你知道吗 她老公一直在让我做她的卧底 她一旦知道你们的事情 你以为你还能留住小李吗 夭小 不 小李过得太苦了 所以我才忍住心痛成全你 可是我感觉 你对她已经不再温柔了 是你给了她从未体验过的情爱 同时你也带给她身心分裂的痛苦 这使你们两个都陷入危险之中 来 我陪你喝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还怕我看见 你昨天不是刚换的吗 你昨天不是刚换的吗 各位处长 这些损碎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你先睡吧 我先把这些衣物给洗了 哎 小李 咱们家那条老洗衣机造成那么大 明天再洗到 啊 你放心 我用手洗 哎 小李你来来来 来 来 你坐好 哎 我给你说个老马的新段子 你看你眼睛都抬不起来了 快睡吧 哎 是 嗯 你 太沉了你 哎 你 你手腕 你说话不算数 我干嘛要算数 你忘了 你不是没在这儿过过夜 你别停了 那天根本什么都没发生 你骗我 我是中了你的计 不明不白地当那个冤大疼 你不冤 心里美着呢 你现在想跟我划清界限 告诉你晚了 正好 我一直把你当成小李的妹妹 真的我该走了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我 我不是什么人的妹妹 你不用担心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不是 这 我 我真的不想 你想什么呢 美的你 我只不过让你留下来陪我聊聊天 说说吧 干嘛把车卖了 干嘛把车卖了 不是一个开店的地儿 你不是没有能力 只不过 你现在为情所困 没有把心思放在情营上 依我看 我们把影楼盘出去 我有个杂志社的朋友 他们正在招聘摄影编辑 你去应聘个摄影编辑也不错呀 算了 算了 我不想去 我拿毛巾给你擦擦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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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pea 我 你是王小李吧 对我是 我是江海岸 江海岸 江老师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书稿 我也很高兴终于找到您了 不过真对不起 现在我在一个会上走不开 你知道清明居茶园吗 知道 好 下午我在清明居茶园等你 那好 那我们下午见 请问是王小礼小姐吗 你好 我是江海岸 叫我小礼好了 请坐 请让你久等了 喝点什么 普尔还是铁观音 随便吧 那来一壶铁观音吧 江老师 这次请您说好了 真是太感谢了 小礼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 是的 其实 您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读过您的说 您还是我大学时候的偶像呢 我没想到这次能成为您书稿的第一个读者 您不介意我翻看了它吧 当然不介意 这个书稿我很喜欢 我看了两遍 不过 不过什么 接着说呀 我非常想听听你这位第一个读者的意见 我觉得在这部书稿里 你的文风好像变了 不像以前那么理性和专业 那你觉得 这本书对大众 有没有一定的可读性呢 对大众 那要看是谁了 如果说对心理学有一定基础 有一定兴趣的读者 那吸引力还是很强的 但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恐怕通俗的还不够 那就是说 还不够有趣味性 是吗 嗯 面对不同的读者 内容和写法应该有所变化 对不起 我是不是太冒昧了 没有 小李啊 你评价得非常客观 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了 这本书迟迟没有发表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谢谢 我自己来吧 那这本书 预计什么时候出版呢 还好好再斟酌斟酌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正好 我在跟一位老师交谈 我在清明区 小李啊 耽误你很多时间了 我就先走了吧 没有 能跟您坐在一起交谈 是我的荣幸 好 我也觉得能听到你的意见很高兴 那你接着说 刚才说到哪了 对不起 晚安 回头看看 真是太不巧了 我今天也跟几个朋友在这儿 我已经看了你半天了 你眉飞色舞的 性质很高嘛 瞎说什么呢 你借人在 一起过来坐一会儿吧 不啦 你们两个聊得那么投机 你不会这么快就跟他猜出火花了吧 真好 要不 你等一下 我过来跟你说 对不起 张老师 没事 小李 咱们还有机会交流 你啊 先去会你的朋友 好 谢谢你 再见啊 再见 谢谢 还有一步选了吗 进来吧 小李 我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不爱一个人 就不要让他陷入情网 你这么做很残忍 你知道吗 你让范子庆为了你 自暴自弃 放弃事业来追求你 你却在这玩两面派 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 正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除了范子庆 我跟其他男人交往就成了打情骂俏 小李 我希望 你向我明确你对范子庆的态度 我跟范子庆之间的事 我给你解释不清楚 暧昧下去对你更有利是吗 王小李 我没有你这样虚情假意的朋友 正好 有群众反映你在这儿好几天了 把你身份证拿回来看看 对配合一下 我们得为居民的安全负责人身份证拿出来 我又不是坏人 不是坏人 你在这儿干什么 谁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身份证拿出来 不是我等人你别管呀 你等谁 说清楚 我帮你去找 对 我有必要告诉你们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老杨 你看着他 我去找治安办的人来 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 大妈 对不起 他是找我的 找你的 他在这瞎转有好几天了 我们一直都盯了他好几天了 是吗 这两天我比较忙 回来都很晚 子庆 你跟老人家打个招呼不就没事了 对不起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行行行 你去吧 打扰了哈 这年轻人 不懂礼貌 小范 都到了家了 进来坐一会儿吧 小李 我就是想 既然来了还客气什么 进去坐吧 小蕾 你真的想要去你家吗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 找大妈做的菜真好吃啊 那就多吃点 各位呢 我想明天给翠鹅买天衬衫 往个餐里见的 是好几年以前的了 你说合适不合适 妈 还是你想的之后的 老马的爱人也不容易 我正想让小李送他点什么 妈 我去买吧 我去给他买件好点的衣服 对 人家对我们好 我们也得有情有义是吧 爸 妈 我给你们出一套心理测验题 特简单 假如你们做了皇上 有了生杀大权 你们会先杀谁 还用问杀坏人呗 杀敌人 还有吗 还有你总不见得 看你不顺眼人就杀 那你江山还能坐得稳了 大多数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都应该觉得 首先应该杀 最了解自己底细的人 你是说 要是做了皇帝 先剁了我和你媳妇 妈 你理解偏了 赫磊 你说呢 妈 哥文是打个比方 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家太多底细 你是担心 贾翠哥在我们家就像电影里头卧底 我们家里头纷纷纷纷的又不是黑帮 怕什么了 爸 不是我多信 咱汉人之心不能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现在这个社会可复杂得多 那你说咋房啊 人家笑脸上门 咱们好意思把人推出去 人家忙里忙外 咱们还一脑门子 弯弯绕绕的琢磨人家 你这个当干部的 要怎么说现在的官方不正呢 爸 妈 哥文是怕你们为人太实在太厚道 那倒是 我和你爸都算不上精明人 是啊 我和精明早就上大学当领导 不过他说的也对 哥文 我想跟你聊一下 你们单位新婚的那个女孩 小宋 刚分来没有多久 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她人挺聪明的 还会开车 是 挺时尚的一个女孩 给四平八晚的办公室 带来不少活力 怎么突然想起说她来了 我上次去你单位 看她主动当起你的秘书了 瞎说 好了 明年来的开会 睡吧 王医生 你知道现在正好怎么联系吗 我刚拿她手机说是停机了 她是不是换了手机号啊 你找她有事吗 这个呀 是去年我们护士节的时候 一块拍的照片 我想把照片给她 要不 你帮我转交给她 没问题 好 那谢谢您 你看这间 这个地方都发黄了 我们得对客人负责任 赶快拿去干洗 好的 你好小姐 忙着呢 孙力给你的照片 还有别的事吗 正好 对不起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 我只是希望 你无论对我 还是对你自己 都诚实一点 否则 就是浪费时间 正好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我宁愿你把心里 所有的不满 都通通冲我发泄出来 我记得 我以前劝过你 放任一下自己的感情 别被婚后的生活弄得麻木不仁 可是你不以为然 还觉得我在插手 你的私生活 可是现在 你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你脚踩两只船 三心二意 游戏感情 我没有 你说的不对 你还不承认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跟范子庆有了那层关系 又故意地疏远他 害得他放任自留 不可自拔 我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 今天这个样子 这不是我的悲意 你别再伪善了 你这样下去 伤心的不只是他 你明白吗 可是 我已经跟他都说清楚了 说清楚 你跟他说清楚了 那你 你不爱他吗 他这样不顾一切地去爱你 你难道不觉得幸福吗 这是他缺乏理智的激情 让我深深地觉得害怕 你知道吗 爱恨清楚 只隔着一张纸 他们交织在一起 像一个漩涡把我卷了进去 我们都在这个漩涡里迷失了自己 爱有的时候 让人更痛苦 更迷茫 甚至觉得恐怖 我记得 我记得 他最初的出现 相遇里柔和的阳光 照亮了我暗淡的生活 可这阳光 终于变成了热日 无时无刻不再烧着着我的心 让我无处躲藏 他的爱在蜕变 从一种难舍难分的依律 到无所不在的控制和占有 我开始撒谎 对丈夫 对女儿 对家里的人 我成了一个 让自己都无法接受的人 在兹怡里迷失了 子契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啦 你看 全聚得的烤鸭 你怎么又抽上了 你想呛死人呢 关你什么事啊 快点帮我收拾收拾 晚上就可以吃饭了 你要到哪儿去啊 你太过分了吧 我辛辛苦苦排队给你买来的东西 你看都不开眼 你也太没人情味了 我又没让你买去 你到底到哪儿去啊 我在这个屋里觉得闷着 我想出去走走 行吗 子契 你别再跟我斗气了 算我错了 我话说重了 行吗 你说我们 刚刚静静的吃的饭不好吗 对孩子 你可不敢松劲 中考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我是害怕 压力太大了孩子会受不了 你看 这报纸上孩子不服管 给爹妈下毒了 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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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医生这儿 有您一个包裹 我替您签收了 谢谢 走了 好 开始啊 我给孩子帮了四个班 现在就只能上一个了 小李 您好 我知道 一位心理医生的天职 是帮助人们修复心灵的创伤 是灵魂的工程师 我担心的是 这职业会给你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 长期从患者那里 接受到一些非理性的信息和暗示 会直接影响到你本人的精神状态 希望你能爱护自己 保持心理免疫力 送你一瓶细纱 每当你觉得压力过大的时候 就抓起细纱 让它和你的压力一起 从你的指缝间流走 给你留下一个干净 健康的心态 将开爱 看好 谁的短期 听区预报 这回是电话来了 对不起打错了 干嘛生那么大的气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这回是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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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 出什么事了 王医生 你知道吗 张英琪 张英琪她背着我 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王医生 你知道吗 我宁愿自己那样 我都不愿意 碰一碰自己的老婆 她开始的时候 不 应该是我 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不是这样 那使得她 很温柔 也非常的腼腆 她说起话来 就像是一只小鸟 声音细细的 非常的动听 她也很害羞 只要是别人的眼睛 一望着她 她的脸马上就会红 我花了很多的心思 很多的时间去追求她 后来 我终于成功了 我娶了她 我们结婚了 就在新婚之夜的那个晚上 她给了我一个几乎让我 让我失去能力的震撼 她是个处女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意外吗 你知道我的心情吗 就在这个时候 我过去的女朋友 从国外回来了 她和张英琪 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 她热烈 奔放 性格开朗 她身上的缺点 和她的优点 是一样的突出 她喜欢大声地说笑 丑烟 喝酒 她甚至会说很粗鲁的语言 当然 她也非常地会左爱 我是因为她的缺点 而爱上了张英琪 可这个时候 我又不能不承认 我又被她的缺点 所吸引 可我并没有出轨 迈出那最后的一步 不是因为张英琪 对我看得尽 而是 我必须要对得起 她交给我的那份纯洁 张英琪 也觉察到了 我的内心变化 她好像是受到了 极大的刺激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 她做了很多 我喜欢吃的菜 还特意准备了 我爱喝的 法国红酒 我当时非常地感动 甚至觉得有些惭愧 我吃着她为我做的韭菜 我的内心在想 我应该好好地弥补一下 那段时间里 对她的冷淡 跟她好好地温存 温存 可是 她把我灌醉了 当我酒醒的时候 她拿出了 一大堆 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刀具 一把把血量而分离 她也不说话 她只是拿着那些刀子 在我的身上 莫来 曾去的 干脆痛快地给我一刀算了 大约过了三个多小时 她放开了我 我好发无所 从此 你们就再也没有过过夫妻生活 别说是夫妻生活 我就是连碰一碰她的手的欲望 都没有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跟她分手 或者离婚 当然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曾经分开过一段时间 可是 我又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的脑子里头可能有水 就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 我还是特别地想念她 牵挂她 我放心不下她 所以你们又在一起了 明天的天空 一边充满了阳光 我忍上了 岁月的无情画面 细细拒绝过 天淡淡的忧伤 情绪不断 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希望明天梦里 再是那样的终于我 爱是一份 没有你是美丽的道德 爱是一块 承卖深情 是你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脑子里 在我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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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触碰着 珍藏的青色照片 心中玫瑰还在记忆里飘响 何时清晨 你在昨天悄然听得 明天的天空 一边充满了阳光 我忍上了 岁月的无情画面 试试拒绝过 天淡淡的忧伤 情绪不断 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情绪不断 就是那样的终于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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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一份 没有定时 美丽的道德 爱是一块 充满神奇 旋律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 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 在我的手上 说什么事 就让我们的明天 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 在我的手上 手上